彰化普言一輛小貨車載著疑似廢棄物 行駛途中不敵風勢 片片木材就瞬間噴飛 後方騎士募集趕緊煞車 清險過程也全都被拍下 另外在台中大渡 一名騎士正在停等紅燈 後方一輛車疑似雨天視線不佳 沒有注意到前方的路況 追撞騎士 其實好多人騎在路上 突然前方出現緊急狀況 一片片廢棄木材 不停風勢瞬間天女散滑直接跳車 往後砸向騎在後方的機車騎士 木材噴飛 仿佛就像血滴子下的騎士 趕緊剎車減速 事發就在彰化普言 騎士事後將影片PO往大罵 飛成這樣沒被砸到 真的是運氣太好 要是不幸插到眼睛或身體 可不是鬧著玩的 真的覺得很誇張 這樣飛出來可能會割傷我 萬一後面有車子撞到我 這樣是很危險的 會將貨物捆綁固定 導致飛散射肉 現在影片曝光 少部車駕駛待機大條 唯一規定綑綁牢固 或用帆布覆蓋 最終將被開罰一萬八 另外在台中大渡 騎士行等紅燈突然一輛轎車 疑似雨天視線不佳 沒注意前方狀況 直接往前追撞 南騎士連人帶車大自行 飛出去被撞的機車 又往前撞上轎車 三方駕駛均無受傷 兼實施酒精濃度檢測 亦無飲酒前市 還好南騎士沒有受傷 雙方也沒救駕 確切趙澤又帶理清 接著唐彰化 縱不倒